有笔生意想跟你谈一谈 明天我会让人牵制毕中良 不让他去刑场 我会带苏翠兰跟你们换人 别怪我 陈深 做我们这一行的 自己的命都不是自己的 有些时候我们没得选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注定是个失败者 你所追求的一切 都是你得不到的 你说如果现在苏翠兰死了 这笔杖会记到谁的头上 尼投 出头 陈队长呢 还在里面 从信长回来就一直没出来过 中途出来过一次 让我去六大带 就是抓住李小南的仓库 把这个拿来 出来之后叫他来见我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进来 出座 刚跟我们头说了 让他来见你 他跟听不见似的 自己跑会议室去了 行了 我知道了 去吧 看什么呀 别来了 这个显示室 不准备 上海就是个无情的地方 不管每天他死多少人 离到了晚上还是那副灯红酒绿的样子 人都死了 你还怀疑什么呢 我是对你负责 珍珍 你肯定不知道我这几天都没合过眼 我就怕你背着我干出什么傻事的 到时候有一百条枪顶着你 我想保护你 我都保护不了 如你所愿 到最后我还是把他送上了黄泉路 我以为我不会用枪 就不会再杀人 可是原来不用枪 也可以杀人 江林丹宇这么多年了 还有什么习惯不了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应该向这上海的夜晚 海洋无情吗 你得把这些东西卷上了 烧了 卖了 我不管你心里边还中这些什么 但是从每天开始 你最好给我中整个混蛋 你去赌钱 你去跳舞 你去喝酒 行吗 这个年头只有混蛋才能长久 良心救不了你 我也救不了你 晨晨 我先出去了 我先出去了 静晨 李晓南 他其实就是个骗子 爹爹对不起你 爹爹对不起你 爹爹会为你报仇的 姐 姐 我叫林小楠 猜猜吧 这种天气凌湿了 很容易感冒的 嗯 我叫林小楠 你注定是个失败者 你所追求的一切 都是你得不到的 我叫林小楠 他在看之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失踪多日的姐姐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 又是因为什么事情跟你发生了争执 三行 你得给大家一个解释 一定是军统的人抓了她 然后又故意让她来刑场跟我发生争执 军统和工党的人 想联合起来营救李小南 苏司长 我还是有一个疑问 你在星星之前 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人都支开 陈队长不是我支开的 我再问你 你跟苏翠岚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争执 姐姐不知道我在特工总部做事 一定是军统的人告诉她的 开枪打死苏翠岚的人是谁啊 估计是军统或是共党吧 他们想杀我 他们怕他们会中了埋伏 所以不敢贸然献身去营救李小南 所以他们杀了姐姐 老百姓都说日本人狠 真懂对付自己人类 又何尝不狠呢 这事就这么结了也好 是 周梁 你觉着三省说的都是实话吗 苏翠岚去刑场的事情 苏三省应该提前知道 不然她也不会把所有的人都支开 可是现在苏翠岚已经死了 李小南也没被救走 就让她自己跟军统 结出结院去吧 是 抓紧时间写个报告送到总部 苏翠岚 倌岚 你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 我们尽力去哪里 再来 我们尽力去哪里 先来 你不得了 那总部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那总部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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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来 来 来 弟弟 今天干嘛呢呀 来 坐这儿 好 小南阿姨让我告诉皮皮 她去国外拍戏了 可能要去拍很久 让皮皮乖乖听话 这几天 皮皮总在问 小南几天没来了 什么东西啊 小南几天 陈深 如果有一天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一样东西和我的新娘一样重要 我想 那只等是你 曾经我那么害怕 终有一天 我必须在你和我的新娘之间做出选择 直到我在米糕没见到我姐姐 而你和她在一起 是的 再像是我的亲姐姐 像母亲一样把我拉扯大 我们失散多年终于又重逢 我却只能命令你 放弃对她的影响 幸好我后来知道 我还有一个亲人批评 她是我的亲人 你是你的亲人 原来冥冥中我们相遇 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亲人 能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默默地和你一起战斗 能够像爱我的新娘那样 毫无保留地去爱你 是我此生之心 那天我看到有辆车跟着你 你们 里面做的 好像就是毕中良 我就知道刑场一定受了埋伏 可惜我还是没能拦住苏翠兰 杀死她的是毕中良 让她想要去问个究竟的 是她那个罕见弟弟 我们应该暂时忘记这些记忆 包括山海 包括小楠 他们的牺牲归根结底 是说明像我们这样的人 还有信仰和尊严 不要内疚 这样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三相跟我说过 我们不是普通人 但是我们要承受分离的痛苦 是为了有朝一日 我们可以成为真正的普通人 永远不再分离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应该轻装上阵 这次的事情 让我很高兴的是 你不再像以前那么鲁莽 而是在良善之余 选择去承受痛苦 我一直相信你跟他们不一样 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跟我一起战斗吧 等我们完成任务 跟我去延安吧 我跟你去延安 我一直陪在你身边 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身边已经没有别人了 只剩下你 又有紀念 毕处长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觉得共党和军统有什么不同 苏所长来找我聊天 不会就是为了 问这个问题吧 我就是来找您 问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觉得 您对这个问题 一定会非常地感兴趣 因为它可以帮您找出 您身边的共党分子 既然都是有备而来的 就别绕弯子了 有什么话直说吧 毕处长 我知道您不相信我 当然了我也不相信您 这个开场白 我喜欢够坦白 但是这些 已经不是问题的重点 问题的重点是 您明明非常地怀疑陈深 但是您就是不愿意相信 它就是 隐藏在您身边的那把刀 我理解 这很正常 因为人都是有幻想的 他有时候 希望自己去骗自己 在这种世道上 如果连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 都无法相信的话 那么我们 还能去相信谁呢 这话你已经说过很多次 如果有什么新的证据 就请你答案出来 我觉得已经不需要证据了 唐山海 徐碧城 李小南 这三个人和陈深的关系 都非常地微妙 尤其是李小南 他是一个连死都不会去害怕的 共党分子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爱上一个汉奸呢 说到这个问题 正好我也想问一下苏队长 那为什么你又会爱上一个女共党呢 我记得你说过 你愿意为了他抛弃一切 跟他远走高飞 我特别想知道 是真的吗 毕处长我觉得你没有必要 再跟我绕弯子给我下套了 我们不如聊些比较 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您刚才还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军统和共党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共党的人不怕死的应该多一些吧 毕处长您知道吗 其实我真的非常地佩服您 因为您往往一下就能看到问题的最根本 对 共党的人就是比军统的人要不怕死 因为他们有信仰 他们把信仰看得很重 他们把信仰看得很重 所以李小楠她不会像我一样 她可以利用一个罕见 那她绝对不会爱上一个罕见 但是如果她爱上了 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人不是罕见 他们是同党 这个人是卧底 第四位 这个人是猛狼的人 我的人是想要 去看一个人 没有一个罕见 我会给他们的罕见 我这个常常是罕见 我就是我 想不想会 我看这个人是不想 要不想百分之 我认为这真正确 就没有啊 要不用我 我问你 你今晚有什么 毕处长我知道您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您一直把陈身当作亲兄弟来对待 处处都在维护他 但是他一直把你当枪使 我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您一下 毕处长我知道您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您一直把陈身当作亲兄弟来对待 处处都在维护他 但是他一直把你当枪使 毕中良心里明白 苏三行所说的一切也正是他所担心的 回想起来 无论是抓捕宰相 还是抓捕唐山海 以及李小楠的过程中 每一次陈身都有着重大嫌疑 但每一次他又总能洗清自己 我说要抓活的听不懂啊 放下 送组人员快 今天你值班你不再处理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经常六号呢 越来越不像话呢 是你 你开枪啊打死我 我还跟他们一样跟这女人说了话 我知我死的时候只有你在场 他有可能是共挡 你也有可能是共挡 而他的死很可能就是你杀人猎口 刚才这个女人当着我的面 说你是麻雀 她是在迷惑我 实际上她是为了保护你对吗 上海无意替任何人求情 但是在这个行动处 以陈队长跟处座的关系 在这个行动队里面 如果连他都有问题的话 就没人可以相信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劝我还是去当一个提头将吧 老毕 咱们俩到不了这种程度 你说吧 你有什么信息是想让我给你提供的 今天早上你从处理走的时候 徐碧城同意讲什么 他抱怨说唐山海最近去乔家山 不知道在忙什么 让我帮他查一查 最近走得还蛮近的啊 美男计可是你要我去试的 如果徐碧城 按照顾着你帮他说 真的是这个内奸 你舍不舍得对他下手 舍不舍得无所谓 最终下手的又不是我 那你会像帮我一样的帮她吗 就是啊 兰芝姐 起初啊 我一见血就晕了的 还好陈深在一直照顾我呢 大风大雨地把我送回家 一直没离开过我 直到我醒来以后啊 催着她 她才去的医院呢 耽搁了那么长时间 流了好多血呢 什么时候从徐小姐那里 剪的这条项链啊 什么时候 好像是你跟我求婚那天吧 求婚那天 上个月 那不就是刘美娜生日那天吗 对 就是刘美娜过生日那天 李小南往日为陈深所做的证明 如今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如果李小南早就对陈深暴露了身份 如果陈深和李小南一样是中共的人 那么他所看到的一切 不过是他们联手蒙骗自己的演出 必须查清陈深的真实身份 李克王 老婆 别哭了啊 你一哭孩子该不高兴了 一不高兴生出来不好看就坏了 别哭了啊 为什么丢不了小楠 这人的命啊 有时候就跟这张纸一样 刺拉一下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 你看树里最近发生这件事 一个接一个 死个人跟闹着玩似的 变头 我们走吧 走 走哪儿去啊 到处都在打仗 是啊 有钱人还能去国外 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这人的命啊 都是老天爷定的 老天爷叫你死 你套到国外有什么用 喝口水都淹死你 你说人活着一辈子为了啥 你是没有看到小楠离死前头那样子 恨不得跟他一起去死 平时都吃香的喝辣的 到了这会儿 穷人富人都一样 老婆 我扁头做梦都没想过能讨到你这么好的老婆 没想到还能有个娃 我真是值了 以后过的每一天我都是赚的 比比她们 咱们是不是太幸福了 咱们是不是太幸福了 是啊 至少我们一家人还能在一起 不哭了啊 这世道 活一天算一天 对吧 以后咱就好好活着 别的 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过来啦 你怎么过来啦 你说你这种事 让刘妈做就好了 不用 自己亲自做 医生都说了 煎药的时候 心要是成一些呢 药效就会灵一些 坐这儿 来 坐这儿 周梁 我要是还怪不上 你就娶一个小的吧 瞎说什么呢 你最近身体不是已经好多了吗 而且大夫都说了 不出半年的时间 你肯定能怀得上 那要是半年我还怀不上呢 先程则灵 不过这个小男 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他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声 他就去香港了 是啊 但是女人的心思 我不是从来都没通话吗 可是他明明爱陈深 爱得死心塌地的 他怎么舍得说走就走呢 那还不是怪陈深自己嘛 自己净饭婚 总也不肯给人更名犯 是不是 这陈深也真是 不过这个女人心呢 一旦下定了决心 就算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是 是 我看陈深她现在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舞呢也不怎么去跳了 我上次教她打麻将 叫她也叫不动 还跟我说她没空 看她现在啊 不是卧带行动处 就是去皮皮那儿 皮皮 就是孤儿园那个孩子 是啊 我这个陈深 非得等到人走了 心也走了 才知道人家的好 还是你最好 孟降堂孤儿院的汪院长和陈队长 应该是朱姬老乡 所以陈队长经常去那边走动 他的确对那个叫皮皮的男孩特别好 这个男孩有什么特别的吗 没什么特别的 大概八九岁年纪 长得挺清秀的 可惜就是个哑巴 什么来历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听说是在松户会战时期 和父母走散了 后来到了孤儿院以后 得了一场大病变成哑巴了 因为是哑巴 在孤儿院没少受欺负 可能陈深看她可怜 才对她特别地关心 还有 陈深和徐碧城 曾经也去过孤儿院 还有李晓南和您太太 也一起去过 李晓南对那个皮皮也特别好 初总 还有一件事 阿翔告诉我 最近苏三行 也在查皮皮的底细 皮皮只是一个普通的孤儿吗 她会不会和陈深 李晓南 甚至徐碧城 有着什么难解的渊源 按皮皮的年纪来看 她不可能是陈深 或是李晓南的孩子 假如陈深和李晓南 一样也是共当 那么如此地走近皮皮 会不会就说明 皮皮是共当的遗孤 毕中良盈盈觉得 皮皮或许就是 揭开真相的一把钥匙 你把阿强给我找来 我有话要同他讲 是 所长 行动处那边 刚刚逮着一名共当分子 说叫庞勇 我跟那边的弟兄打听过了 他们说这个庞勇 来上海的原因 是为了执行一个 回家计划 回家计划 对 就是找寻已故的 中共分子的孩子 带他们回延安 所长 您说那个皮皮 这个陈深和李晓南 对她这么关心 这孩子会不会 跟那个回家计划有关系啊 你说的有道理 皮皮跟回家计划 有没有关系 把她带回来就知道了 好 皮皮 皮皮 云皮 一会儿我就给你做饭了啊 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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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又抓了一个工党的人 对 叫朋友 打了一晚上就招了 听说是接一些 接失去了亲人的工党小孩回延安 叫啥回家计划 喂 陈深 你快来困儿院吧 皮皮找不着了 好 这个附近都是老熟人老街坊的 会不会是皮皮挑皮捣蛋 跑到谁家去玩了 这不可能啊 如果是出去玩 到了饭店他会回来的 也不能丢了一只鞋吧 陈深立刻联想到了行动处刚刚抓获的那名交通员 那个回家计划 宰相或者是医生 会把皮皮的身世传达给上级吗 皮皮会是被自己人劫走的吗 陈深不得而知 但他明白自己要做的 是必须立刻找到皮皮的下落 陈深 我听说最近挂孩子的特别多 你说会不会皮皮被他们拐走了呀 不会吧 皮皮都七岁了 又不是两三岁的小孩 对对对 不会拐这么大的 那难不成 有人刻意把他给抓走了呀 不可能呀 皮皮他是个孤儿 谁抓他干吗呀 那也勒索不到是不是 陈深怎么办呀 现在 嫂子 你先别着急 你先去警察去报案 报案 好 我去报案 王姐 你去报案发个群人启事 行 别到 叫上兄弟 我们去找人 好 二宝刚 对 苏三星果然把皮皮给抓回来了 好 好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阿强 来了 阿强 来了 阿强 怎么这么慢 那 我 我恰巧接了一个电话 李主任那边那个孙秘书打过来的 他问咱们什么时候去拿糕点 你说这总部 特意犒劳咱们 是啊 我都忘了这茬了 行 一会下午你跟我去趟行动处 我们把糕点给他们送过去 然后顺便打听一下回家计划的事 传令下去把孩子看好了 好 行 你说什么 皮皮不见了 你怀疑是你们的人带走了皮皮 前提式回家计划是真的 那你是不是要立即向你们的上级申请 问个清楚 我也想问 你的新上级到了吗 应该没那么宽 应该没那么宽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太多的巧合 皮皮是谁的孩子只有我知道 就算他们想领走皮皮 他们可以直接去孤儿院领养就好了 为什么要把他抢走呢 是不是你们有的 执行回家计划的通知被捕了 上级怕孩子被暴露了 所以另行派了别的通知 执行这个计划 立即把孩子带走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皮皮应该是安全的 就怕抓走皮皮的人不是好人 我必须要找到他 陈山 你一定要小心 万一这是圈套 我会提防的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尽管告诉我 我会尽快跟组织申请 我要去前线 我要带你去延安 到时候 我们带皮皮一起走 好的 李局长 那麻烦您多费心 好 谢谢 有点私事 队里的人我想直出去用一下 给你打个招呼 你是要去找那个 丢了的叫皮皮的孩子是吧